在台湾现代理这样一个新闻媒体的一个提交 我个人认为已经有一点被扭曲的状况之下 很多声音没有办法传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 是不是可以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想我们的反对党朋友们 也就是民进党为主 对于马总统第一个最大的批评 就是他的亲中跟外台 我想我的民进党朋友们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不相信马总统会外台 但是他们却觉得马总统在政策上 做一个亲中 亲中对他们来讲 可能是突往一条 同向终极统一的道理 也就是变成最后的卖台 但是这样的一个批评 是不是有要正当性 从我们的角度去坚持的说明 马总统一再的公开说过 不管是他的一任或两任内 他都会追求不同不足不乎 维持台湾的现状 作为他的政策主流 在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在你的演讲当中 您常常一直没说到蔡主席 还有DPP 但是似乎还都没有讲到 这个宋主席 他也有竞权的意愿 不是我不愿意谈宋贤的问题 而是因为我曾经跟宋贤 有一些司法案件 我曾经提出控诉 后来我撤回这个案子 因为他说我 有做假民调 结果事实证明 媒体上又讨论 因为那段时间假民调 有没有存在 是一回事 但是那段时间 这个假民调 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参与 整个选举的事务 我那时候待着 开北市新闻处的处长 所以他指控我 说我有做假民调 我提出了法律控诉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这样子是影响到 国亲之间的 所谓的互动 所以我就撤回了这个案件 在出案件之后 我个人就说 我不对宋先生任何事情 发表意见 我很愿意回答案的问题 我想第一 这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 选民 有资格表达 他对任何一个总统的表现 的一个评价 马总统现在跟 蔡英文主席是非常逼近 这个是我们必须检讨的 但是我刚才已经提过 在金融海啸之后 台湾的目前所面临的现象 是他的民调支持度 从金融海啸之后一直不高 但是现在我觉得 他已经是鼓底开始 攀升 已经是越来越好 但是 在这个选举之中 我们的对手 就是您所说的 他只做过副院长 他也没有做过任何 但是我刚刚讲过 他们对他的质疑是主权 这个在台湾是一个 非常敏感的神经 马总统必须 让台湾的人民相信 他会维护台湾的主权 他不会出卖台湾人的利益 这个对他的选举 是很重要的 让我们的对手 在这个地方 有他这个 所谓的发挥的空间 这个是我们必须面临的 因为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经济发展 大部分人认为 我们太着重于 尤其是ECFA 太依赖中国 但是我刚刚讲过 存在就是力量 在大家都面临经济 萧条的时候 你有一个市场 你怎么能不去 争取你应该争取的利益 尤其是这种游离的选民 所谓的independent voters 他们在乎的是 国家的未来的一个愿景 他会有一个anticipation 有一个期望子在 他跟选县市首长是不一样 他会想到 未来几年之后 台湾会变得什么样 如果哪一个人当任总统 他对台湾未来的走向会怎么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说 主权 马总统一定要厘清 他不会牺牲台湾的主权 因为从民进党支持的角度 他很在乎的一个就是 未来几年后 台湾的主权会不会被牺牲掉 那对于中间选民 如果我们能够厘清 而且也确定 马总统会这样做的 我们已经是确定 能够确定说服选民说 总统的保证 绝对是经得起检验 那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focus 从这一块 转到是 台湾未来十年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是马政府执政 你可以看到的愿景是什么 如果是贬政府执政 对不起 如果是民进党执政 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是哪些 会� happen 適合事 在稍已经做了 感谢 优优独播剧 regul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